艾琳 进来 啊 我最喜欢冰淇淋了 等一下 等一下 这六个我全吃了的话 心情应该会非常好吧 等一下 啊 不对 我真是的忘记拿勺子了 这个笨脑袋 怎么会忘记拿勺子呢 勺子放哪里了 哎 真是的 哟 甜甜的冰淇淋 美味的冰淇淋 我要 哦 哦 什么 等等 我明明 在这里放了冰淇淋的呀 哦 到哪里去了呢 啊 真的被偷走了吗 啊 我的冰淇淋 去哪儿了呢 噢 噢 来啦 噢 噢 来啦 哦 哦 那不是小优妮吗 那她手上拿着的好像就是我刚刚买的冰淇淋呢 哦 哦 好像真的冰淇淋哎 一模一样 我感觉她已经散发出了冰淇淋的香味 哎 有点奇怪呢 好美味 这个 啊 真好 呀 小优妮 原来是你偷走了我的冰淇淋啊 哦 没有没有 这个是曲奇啦 曲奇 这个 这个是我做的曲奇 你说什么呢 这明明就是我刚刚才买来的冰淇淋啊 啊 真是的 哦 等等 这个 真的是曲奇 哼 朋友们 那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 刚刚小优妮所说的 这个到底是冰淇淋还是曲奇 我现在就来亲自制作一下 我都说了就是曲奇嘛 我要亲自试试才想去 老师 那么现在就麻烦您教我们啦 哈哈哈哈 好的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你先把这个碗放在秤上 就这样直接放吗 是的 就直接放上去 嗯哼 然后呢 我们要测量一下糖分的重量 好 60克 60 嗯 老师是放到这个过滤网上面是吧 是的 放在过滤网上面 要要大勺一些 我不知道嘛 好啊 这是16克 看来真的要大勺一些 哦 71克 不行 爱丽 61 你长多了 啊 好的 60 老师正好60了 好的 那么现在就过滤一下 啊 这样摇一摇 老师 但我有个问题 这个糖粉颗粒本身就很细腻嘛 为什么我们还要使用这个过滤网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糖粉还有很多的结块 直接放进去的话结块不会散开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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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再过滤一次 天哪 真的有呢 结束 哇 小游你很厉害嘛 果然 当然 这个做过好几次 还挺厉害的 好 那现在是第二步倒入黄油 制作的时候呢是有顺序的 顺序就是先从浅色的开始制作 这样啊 所以你们来看我们的食谱里 哪些算是浅色的曲奇呢 酸奶白色 天蓝色 比起天蓝色还是酸奶颜色更浅 是的 没错 所以重新拿起过滤网 重新拿好 这次我们还用到电子秤 还要做一次啊 嗯 测量一下重量 好 这次是要测量 方法还是同刚刚的糖分一样 是一模一样的 好凳 50克对吗 是的 正好50克 现在我们要加入提味道的东西 嗯 我们要制作酸奶 就要加入酸奶味的粉 啊 原来如此 嗯 放入两克酸奶味的粉 朋友们看好了 写着酸奶粉 然后蓝色的面团呢 嗯 要加入蓝色的色素 啊 蓝色的色素 哦 放入一滴 好的 成功 很好 嗯 哇 这个手感真的好软啊 嗯 哇 简直就是奶油的手感 哇 小优妮 是 完全变成了美丽的蓝色 是吧 哦 很好 那下一个面团也是这个方法对吧 是的 重复就好 好的 那朋友们 我们现在就要继续制作面团了 哒哒哒 朋友们你们快看 八种颜色的面团 已经全部制作完毕了 现在我们就要来制作 像冰淇淋一样的 说实话到这一步我还不是很相信 这个很像巧克力薄荷是吧 那么老师 请您展示一下 那么我就相信了 来 请展示一下 我来给你制作一个冰淇淋球 嗯 我选择这个紫色 紫色 还有白色 来 要做什么的 哦 紫色和白色混合很漂亮 自然 自然的融合 把面团撕碎 然后就随意的摆放 啊 所以摆放好了之后 随便这样抓一抓 哦 就这样随便一抓是吗 这里还不是结束 弄到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混一步 你觉得哪一面比较漂亮呢 这里好像最漂亮一点 这块紫色比较多的地方吗 是的 偏紫色的这一块 那么漂亮的那块放在下面 等等 这个 这个是冰淇淋商店的挖冰器啊 这个 没错 就是这个 老师 原来这不是曲奇 是真的冰淇淋 现在真的和冰淇淋一模一样了 哇哦 请仔细看哦 都填满之后 压一压 压得紧实一些 满满当当的 是的 这点非常重要 买冰淇淋的时候 如果不给我满满的 我们就会不开心的 没错 很好的 然后这个弄出来的时候呢 不能随便的在手掌上弄出来 要在案板上 要在平整的地方 这里吗 这里也可以 滑冰器上面会有一个按钮 它的翅膀会旋转 是说这个吗 嗯 这里这里 这个这个左右右的 对吗 这个翅膀左右摇动的时候呢 它也会跟着 哦 哇哦 现在就很漂亮了 哇 天呐天呐 哦 这个 那么为了做得跟真正的冰淇淋一样呢 左右手一起 保持着挖冰器和案板平行的状态 哦哦哦 然后用力 按下按钮 哦 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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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这一步也很重要 啊 不可以随便拆 不可以随便拆 不可以 要再次的按下按钮 哦 懂了懂了 这样形状才会好看 这样抖到手上 当当 哇哦 哇哦 真的好像冰淇淋啊 哇哈哈哈哈 哇哦天呐 好厉害啊 哇哦 真的是冰淇淋 朋友们 这个真的是冰淇淋呢 这个这个就是 我们今年最最最最最流行的那个冰淇淋不是吗 没错 哇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哇 老师 我信了 天呐 怎么做到的 朋友们 和冰淇淋一模一样吧 哇 这个真的是曲奇呢 把这个放到烤炉之后 就是不会融化的冰淇淋 就变成了不会融化的冰淇淋了 哇 老师真的 这个我好感动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呢 哇 其实还是很难的 哦 确实很难的 首先我们要在制作下一个之前 把这个剩下的 哦 那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吧 这里面其实还剩有一些 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为了制作下一个 剩余的面团要全部清理干净 啊 弄干净 清理好了之后 哦 然后继续 哦 做你想做的冰淇淋曲奇吧 嗯 如果想要制作巧克力破壳冰淇淋呢 用那一个面团就好了 哦 那我要先做那个 那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朋友们 那么现在 爱丽就开始挑战了 用力 右手不要移开 好的 不要移开 不要移开 好的 朋友们现在我要拿起来了 好 看好 哦 做得不错 等等 等等 哦 等等 我都没有弄在手上 直接就成功了 哦 哦 等等 哇 我不敢相信 啊 然后现在就用这个 creek也 NOT orie事 yes aku 继续 成功 神经病 继续 艾莉完成了巧克力薄色 看 early 开始了 哦 伊丁 紧张 紧张 哦 我 嘿嘿嘿嘿嘿嘿嘿 sorry 成功了 真的 朋友们 我们一起鼓掌 鼓掌 非常漂亮吧 非常完美 对吧 那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三个了 下一个呢 接下来你想做什么呢 彩虹冰淇淋 彩虹Rainbow 好 彩虹冰淇淋 好 现在一二三四五 已经做好了五个 到最后一个 耶 圣门 哦 好 那现在呢 我们选中一些蓝色的 然后呢 是这个白色 这种感觉 对吧 对吧 我觉得不错 是吧 然后按一下 然后加上我们最最喜欢的 这个彩虹糖 是的 这个多放一点 这个颜色 好 太棒了 是吧 那我们直接倒吧 直接倒进去 是吧 这个很多啦 嗯 我好喜欢 嗯 好 那我们继续 好的 好 压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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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朋友们 这就是艾莉和小油妮 刚刚做的冰淇淋曲奇 冰淇淋曲奇 那现在我们就来烤制它 那烤箱要设置多少度呢 老师 160度 160度 15分钟 15分钟 15分钟之后再见哦 再见 等等 小油妮 我先向你道歉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怀疑你了 我怀疑你偷走了我的冰淇淋 吃起奇吧 真的是呢 哇 朋友们 你们仔细看 真的和冰淇淋 一模一样呢 朋友们 有可能还不行 虽然看起来是冰淇淋 但其实飘着一股黄油香气 没错 我好想尝尝看呀 等等 也就是说 我马上要品尝的 都是曲奇的味道 啊 怎么办 这个香 都太好闻了 是的 你知道吧 那种被香气勾引的感觉 嗯 哇 我要试吃了 嗯 看起来好像很软 这个非常软 哇 哇 我也要 对不起 非常好吃吧 太好吃了 是的 朋友们 这个味道呢 表皮就是脆脆的 嗯 那里面呢 是柔润的面包 很像面包 而且非常非常香甜 超好吃 哦 真的 不真的 这个和真的冰淇淋搭配在一起 肯定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对 哦 等等 对了 我想到了一个怎么了 非常好的主意 等等 把它装进去 好的 好的 哇 太神奇了 真的好像冰淇淋 好的 那我 自由妙计哦 哼 这次 竟能够抓到 哼 哦 艾莉你去哪 等等我 哈哈哈哈 我有一个 妙计 哼 犯人 一定会回到 犯罪现场的 他一定会再次偷走这个 把这个 放在这里 我就可以抓到他了 在这边放好 好的 要藏起来 啊 肯定会回来的呀 哇 为什么还不来呢 还想让我上当 嗯 啊 怎么还不来呢 啊 为什么还不来 啊 真是的 我还不来 啊 啊 我还不来 啊